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怡昕 我是Shirley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欢迎收看《网络版现代启示录》 我是怡婷 我是Shirley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故事 有点小可怕 要讲的是关于挖坟盗墓贼的故事 其实中国历代皇帝 还有一些皇宫贵族 他们死后都会进行后葬 对 所以他们的墓里面 都会藏一些奇珍异宝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会吸引很多盗墓贼 不顾一切 甚至是赌上性命 就是要把这些奇珍异宝拿到手 是 就会觊觎那些财产 对 但是这算是个窃盗行为 照理来说应该是要在暗地里进行 为什么到后面变成有点明目张胆 而且还是政府带头开挖 其实很多时候 古代的时候也有 在怎么讲 团体缺乏经费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合法的盗墓集团 所以这是正常 像是战国时代就有 它有叫做摸金教尉 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合法的官职 但比较近期的 像1955年的时候 就曾经有北京的副市长吴涵 还有当时的名人像郭墨若 很有名 对 大名人 然后一起提案说 他们要去开挖明朝的皇陵 其中当时他们一开始 想要挖的是长陵 也就是早期一点的 但后来因为长陵 遇到一些小小的阻碍 所以改挖到万历皇帝的定陵 那定陵要知道 万历皇帝是当时明朝中心的 一个皇帝 所以其实它里面的奇珍异宝 相传是更多 一定很丰富 对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就决定开挖定陵 但是开挖定陵的时候 也遇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传说 那让我们一谈究竟吧 案件不止伤人 还可以置人于死地 唐代笔记小说 有阳杂祖记载 有阳地区 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省淮化市 几个盗墓贼挖开一座古墓 结果墓打开时 箭出如雨 射杀树人 我们常说死者为大 这样的崇敬反映到律法上 就是严惩 从汉代到明代的法律都规定 凡是盗墓或挖坟开关者 依律死罪 即使这些盗墓贼记高一筹 能侥幸逃过法律的制裁 但民间普遍也都认为 盗墓贼必遭天前 因为盗墓是伤应得的事 会不得好死或绝子绝孙 不用等到日后报应 盗墓贼立刻被就地证法 但即便如此 盗墓者依旧挖坟开关 对陪葬品有着抛头颅 撒热血的执着 尤其是皇帝领寝 那里面多不身属的宝物 更照盗墓贼趋之若鹜 一般华人的传统观念认为 蛙人祖坟是大不敬 对先人跟其后代的子孙 可以说是极度羞辱的深仇大恨 通常都被认为 会受到反噬 诅咒而遭遇不幸 一般平民百姓尚且如此 何况帝王的灵寝 更是被认为 更大的威权神秘力量守护 不过当大陆建立政权之后 由于采取无神论 将这类报应 视为是封建迷信 他们不认为 金老使者会得什么报应 反而鼓励学界 尽量进行相关考古工作 那么要选择哪块风水宝地 又要开挖哪一位皇帝领寝 才配得上 这历史性的第一挖 西元1955年时 邓小平找来大陆科学院院长郭墨洛 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名史专家 吴罕等人 一起到十三陵视察 当时邓小平看了这些陵墓之后 对郭墨洛说 长林这样雄伟 里面一定很宏大 肯定会有很多珍宝来陪葬 说不定还会有很多 壁画和绝版的古书 我们把它挖掘开 搞个地下博物馆 好不好啊 邓小平会看中明长林 因为他是明十三陵中陵墓规格最大 而明十三陵又是全球保存最完整的皇帝墓葬群之一 另外明朝皇陵都是绝地20公尺以上 和清朝帝陵的9公尺相比 盗墓贼当然选择后者 不过祸福相依 从未被探索过的明十三陵 却因此被大陆政府下令合法开挖 吴寒立刻同声叫好 因为他也主张开挖长林 他认为明朝皇帝都被清朝使出丑化的一无是处 如果能把墓里头的文物开挖出来 或许能还原真正的明朝历史 还这些帝王一个公道 究竟长陵里长眠的是哪位明朝帝王 他又为何被史书丑化 需要吴寒替他翻案洗牌呢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 明朝建立之后被封为燕王 不过到明慧帝继位之后 采取血凡政策 不仅监视朱棣 还想调走他的军队 朱棣是罪罪不安 决定先发制人 发起禁难之意 后来顺利攻进南京城 于西元1402年时登上皇位 朱棣即位之后 曾先后五次北征匈奴 缓解其对明朝的威胁 还难收安然 将之收为版图 后来为了确保北京粮食 跟各项物资供应无余 又输郡河道 使金航大印河重新畅通 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跟发展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朱棣另一个壮举式建造 紫禁城 当时北方还有蒙古外患 随时都有开打的可能 但首都南京边长莫及 指挥不变 最好的方法就是令建靠近边防的首都 因此朱棣才会下令建造紫禁城 西元1421年时迁都北京 而他也是历朝历代中 第一个定都北京的皇帝 奠定北京此后五百年的首都地位 此外朱棣还派郑河下西洋 对宣扬国威跟海外贸易 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周围被史书评为好屠杀 文治武功却惊艳世人的 涌热大帝朱棣 替自己修建的床林 用料施工都是一等一的讲究 大殿的店面扩九间 晋升五间 象征着皇帝的九五之尊 也因此成了考古首要标的 明十三陵既然是明代历任皇帝的 长明之所 可想而知这块地一定是集结 当代的高人大师的意见 所选定的一个风水宝地 但是能量越强的龙脉宝地 往往其周遭也会伴随着相对强大的煞气 俗话说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偏偏考古队员对文物的狂热 远远超过饶祖宗的丁宁 尤其是北京副市长吴涵 他不光想开挖朱棣的明长林 更想透过这个机会 找出号称绝世宝典的永乐大典 究竟这本书藏着什么惊天秘密 永乐大典 号称是史上最大的百科全书 被誉为是旧式词典之冠 与清代的四库全书相比 永乐大典要更有价值 因为四库全书有出于政治考量的 选择与篡改 但永乐大典却没有太大的更动 只把它当检索的百科全书 来收集分类跟整理 因此永乐大典保持的古书的原貌 对后世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永乐五年时总算是定稿进城 可惜的是永乐大典成书之后 旅朝浩劫啊 正本不知去向 副本也仅剩418册823券 只剩原书的百分之4而已 这当然非常可惜 所以如果能真的从皇陵找出这部珍藏 将会是轰动全世界的惊天大发现 尊敬的是文物局负责同志 当时吴涵联络了文化界的五位重要人物 包括大陆科学院院长郭沫洛 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等人 联合写出 关于发掘明长林的请示报告 向毛泽东请示 毛泽东看了之后首肯 周恩来就在报告上批了4个字 同意发掘 西元1955年 明长林的考古委员会正式成立 考古增加们 找了十三林周围村庄 农民60多人 准备动工开挖 是找当时那几个村 全是民工 有昭陵的 有县陵的 我家县陵 原来准备发掘长林 这个长林找 周围找全找找 没有什么线索 十三林所有地宫 都埋在陵墓最隐秘的深处 委员会始终探勘不到长林墓道 所以到第二年 委员会决定改挖县陵 但同样没有找到路口 于是再将目标转向定陵 莫拉找到定陵 定陵到外围墙上 下雨 多年了 它这么一跺 它这么几个 掉下几个砖 根据再来线索 挖的是定陵 这一个定陵在大狱山下 是万历皇帝跟他两个皇后的陵墓 而在工人不眠不休的努力之后 定陵一处塌陷被发现 在知道有洞可入之后 吴涵立刻兴奋的写信给郭木洛 再次上报周恩来 看是否可以直接开挖定陵 周恩来直接敲定 同意视觉定陵 定陵在选址之初 笃姓风水的少年万历皇帝 自然也是派请了青天舰 多方的巡访 勘察之后才选定的位置 可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 却出现了状况 原本指定要放置光果的位置 却很意外地挖到了一块大石头 被防水师们视为不祥之兆 不祥之兆的说法 现在看起来有几分可信度 要不然为什么十三座地灵 只有万历皇帝的墓塌了一块 偏偏塌的地方还在这里 修议的时候 无意之中 我也是无意之中 瞅一个 当时那个十一带我不认的 就叫道门 我说白老 白老 这怎么写一个什么道门 我说什么什么道门 不然白老说一瞅一瞅 这是随道门 随道门 万历皇帝十岁即位 执政四十八年 是明朝统治时间最久的帝王 然而他大部分的时间 都疏于朝政 二十一岁就开始筹建 自己的邻寝建造定灵 耗时长达六年之久 花费白银八百万两 相当于当时全国两年税付收入 那么这个礼物是不是真如传说中的 极尽奢华呢 带着种种疑问 考古队在砖墙脱落的位置 先后开挖了两条碳钩 就在第二条碳钩的深处 一个参与挖掘的工人 意外发现一块带有刻字的小石碑 这是一块一尺多长 半尺多宽的小石碑 上面刻着一行字 此时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 深三丈五尺 那么这个小石碑出来以后啊 大家会对这个石碑的有好多的议论 有的说啊说这个石碑啊 可能是一个密乎人的一个东西是吧 后疑人了半天啊 最后主持人说啊 他说看到这个记载啊 这个文字记载啊 说不像这是真实 鉴定石碑的正位后 考古队加快了挖掘的速度 西元1957年5月 考古队穿过厚厚的土层 找到了坟墓的外墙金刚墙 在金刚墙上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个 神秘的梯形开口 他应该就是四百多年前 万历皇帝入葬时的路口 在金刚墙发现十天以后 一个身穿破衣 头戴斗笠的老头 悄悄地出现在了工地一角 见到民工就打招呼说 我家里藏有祖传的灵谱 上面清楚地写着 定陵地宫里有一条小河 上面有船 要想见到万历皇帝的官国 必须踏中而过 如果生臣八字与万历皇帝不符合 必会丧命 定陵被正式发掘以后 就发生了许多怪事 很多民工生病 四周村落的妇女 很多莫名其妙的发颠款 表现上就是有神灵戒体 说不能挖皇帝里 村民认为是不祥的 民工人心惶惶 但负责人认为这些都是迷信 他们不信邪 之后五月的一个大晴天 突然来个晴天霹雳 一声巨响 伴随着一道雷电劈下 瞬间电闪雷鸣 当时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事后发现 明楼前的座兽贝雷批到税裂最地 问题是几百年来 食兽都安然无恙端坐在那边 没出什么问题啊 但就在电铃开挖之后 贝雷电击毁 这难道不是什么恶兆吗 工人们都紧张起来 有人说 这是皇帝给的警告 也有人说 这座兽是负责守灵的 灵没守好 皇帝一怒之下 才会把他给劈了 守灵村的百姓 接二连三地出事后 不到半天 更可怕的消息传来 我吃了中午饭 我还没上班去 那雷大大的雨下来了 雷特别大 结果呢 他们当地的农民 有三个人 在长陵大家里 避雨去了 不由中靠着个柱子 硬领着大柱子这么大 这么粗 也劈下来了一条 劈死在这儿了 另一个张性工人 则被劈成重伤 村民们是议论纷纷 说会不会有更严重的灾祸降临 但考古队负责人 一律次为胡扯 照样进行定领的考古挖掘行动 然而在同一时间 河南考古所却有考古队员 死于国太子墓 消息传来更是人心惶惶 怎么回事 盲教授是在造错文物时 突然暴毙身亡 从守灵村的百姓 参与考古的民工 到考古队员 一个接着一个倒下 可不信邪的考古队 完全不理会万历皇帝的夺命警告 执意唤醒这位永眠的帝王 他们的下场将会如何 商传很多古墓里面 都会设有种种的机关 就是那些古墓的主人生前 为了防止以后 可能会有盗墓再来盗墓 对 所以有些这机关 甚至还能够制人于死地 非常的可怕 对 感觉像很多影视作品 都会把它改编成 像里面有流沙 有一些机关可以案件都可以射出来 还有怪虫 还有怪虫 对 那据说当时 就挖定龄的考古团队 他们在挖定龄的过程中 还带了一只鸡跟一条狗 是不是大家听到这边 又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要带鸡跟狗 其实我想破头也想不通 难道说是因为 他们挖定龄的工作太辛苦 所以要带一只鸡当闹钟 叫他们起床 那恐怕鸡会先吵醒的 应该是万历皇帝的怨龄吧 因为他们挖定龄的时候 当时真的是蛮破坏性的挖菜 对 那个时候他开挖的时候 像很多的文物 一碰到空气 就直接氧化了 对 尤其最传奇的是万历皇帝 他躺的那个棺木棺果的地方 肯定很值钱 是 因为他是用金丝楠木做的 所以后来他们也没有保存得很好 在开挖之后 后期的时候 他们居然把它随便地放在 村民可以碰到的地方 一定被抢走啊 对啊 于是乡民们 他就想说拿那些很好的金丝楠木 回家来做东西 没想到拿回去的村民 都因此受到了诅咒 最后只有七条人命都因此栽上去了 那究竟这段过程 还有发生什么离奇的事情呢 让我们一探究竟 定灵考古队意外频传 难道就像传闻中说的 皇帝灵寝有神秘力量守护 无从考证的事故 让考古队员各个人心惶惶 致命毒气吸上一口 瞬间没命 可是定灵现场指挥官 三百万玉却只是考古队员陷下金刚墙上的几块砖 可是刚一抽出一块砖时 一股黑烟就从里面喷散出来 吓坏了在场的考古队员们 烟很呛并伴随着一种腐烂的臭味 很多人被呛得直后退 浓雾在接触到外面空气之后 就慢慢地变淡消失 这股烟并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 反而是二臭却一直存在 甚至越演越烈 白老为什么要拆这口呢 他说里边有租气啊 叫它流通流通 金刚墙很快就打开一个缺口 里面是一片黑漆漆的未知世界 是在地下已经封闭三百多年的 万历皇帝的地宫 传说中的机关 暗器 会不会就在其中呢 阴森恐怖的气氛向每个人袭来 谁都不敢进去 最后考古队员找来了一只狗 让它探探路 买了一条狗 供着孙下班拉起来 咱们这狗咬它 结果那白老说呀 你再买一只鸡 说怕有毒气 那我一只鸡从朝宁买一只鸡 搁了一头有三天坐 三四天 然后鸡还叫我 还打名 就说明它鸡 它这里面 它没有毒气 一身鸡鸣给足了考古队信心 于是考古队员旁忠威 壮着胆子 准备进入金刚墙 寻找地宫的大门 前方等待他的 究竟是什么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这时候谁也没有想到 通过金刚墙后 耸立在他们面前的 居然是一个 发着白光的庞然大物 把手依照水晶宫似的 它那个大理石的反光 另外他那时候 还有大白瘤子 这大白瘤子呢 到现在也都不知道 说这个有的传说 说地宫有大蛇 大蛇出的气儿啊 它要结成这个瘤 说大概是冰片 在孙献堡口中 这座宛如是水晶宫的 地宫入口 是用整块汗白玉石 叼凿而成的地宫大门 左右两扇门 都是高三公尺 宽一点五公尺 重达树盾 里头还有自来石 顶住大门 让想一窥万利皇帝 熔岩的考古队 想了三个月 才破解开启地宫大门的办法 过来还是白万一老人 白老 都是说白老白老 他那什么的考虑 拿八号千岁 往这么一圈 您看中间不是一个范儿吗 这不是一个范儿吗 然后这边摔一绳 摔一绳弄一个扁子 竹子 扁子 这么会儿 从这门上一推 一推这石头啊 这铁丝圈 跟这儿就套上 套上了 然后得推 然后整个立起来 这次自来石立起来 这门可以就推开一缝 推大了不疼 人家脑子要过去了 身体都要过去了 随着城门的几声响动 一座巨大的地下宫殿 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中间是万历那个宝座 上面当时还有垫子 一个提了后的一垫子 看这个呢 有三个万年灯 还有这个蜡签 还有一个香炉 说到万年灯 它是什么时候 成为帝王下降的必备品呢 据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 万年灯以人鱼膏为主 渡不灭者久之 在垫幕中放置万年灯 是一项古老的丧葬习俗 寓意事后的生活 可以永远明亮 接着就是打开 万历皇帝的棺果了 当时棺果内 是一层层的湿脂品 工作人员一直拆到 第十一层 万历皇帝的遗体 才显露出来 尸骨已经全部腐烂 只留下了一具 干枯的骨架 他八点糊 糊材都挺直这么长 看他脑袋不大 深的也不是那么特高 而考古人员发现 遗体虽然腐烂 但骨架完好 头发也柔软有光泽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 万历皇帝的尸身 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姿势 与常规的仰身直之脏和趋之脏 有着极大的差异 万历皇帝脸部朝上 右臂向上弯曲 手放在头的右面 左臂则下垂 手放在腹部 左腿直伸 右腿弯曲 两脚向外撇开 呈现仰面朝天的形态 这诡异的仰面侧卧室 超出了人们的常规认知 在历史上也没有文字记载 难道这就是 蒙代帝王的死亡葬事吗 万历皇帝的怪异姿势 让充满疑惑的考古人员 立刻打开两侧 哨端哨尽皇后的棺木 赫然发现地后三人 都是用北斗七星的葬法下葬 那么万历皇帝和他的皇后 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姿势下葬呢 北斗七星在星术的理论中 是属于子维星缘的 也就是人间帝王在天上的队伍 他们在天上就住在北斗星附近 所以他们要以北斗七星的形制下葬 就更一旅他们走到北斗星天边 为死后去向天上的地所提供了 更便捷的通道 而北斗七星除了上述的解读 甚至有经书就直接写着说 北斗七星啊 祖帝王送命 那么在帝王的灵情里面 出现跟北斗七星相关的图文记载 那也就不足为奇了 考古学家从定名地宫中挖掘出 三千多件文物 其中最著名的无价之宝有四件 金罐 凤罐 夜明珠 和明三彩 其中又以万历皇帝的金丝一扇罐 最引人注目 因为整个皇冠是工匠们 用极细的金丝堆叠出 双绒细株的图案 图案孔眼均匀 没有丝毫接头的痕迹 然而在多不身属的绝美陪葬品中 考古队一心想寻找的 永乐大典还是不见踪跡 西元1959年9月30号 大陆决定在定临园子建立博物馆 博物馆办公室主任 对工人说 复制的棺果已经做好 原本的棺果就没用了 你带几个人到地宫清扫 把那些棺木抬出来 好迎接长官 检查清洁卫生 那原本的棺木呢 没想到居然就被当作垃圾 给清洁掉 丢到了后山的山沟去 那被当地的农民 在山沟发现了这些木料 剪去了 跑走了外面那些腐朽的外观 发现那一部的木材 还是挺坚固挺扎实的 万历皇帝的金丝南木棺 居然成了百姓 轰抢的稀有宝物 谁也不忌讳 这口棺里还躺过王者 一点也不怕沾染晦气 消息传出句之后 这些棺果板材被一抢而空啊 其中一对年迈的夫妇拿到之后 用这些木头请人打造棺材 才做好第一句老太太就过世 等第二句完成 老爷子也一命呜呼 前后还不到半个月 用过的棺木再使用 一定要刨除腐烂的部分 会变短变薄或钉孔加大 甚至有孔及缝隙的地方 用劈土不过 那就会造成品质下降 不建议继续使用 那还有把用过的棺木再处理 变成家具手链 那复早的这一个阴气磁场 容易发生灵异现象 五个月后 玉林村一对农民夫妇 把棺材木料拿去做成一个大坦柜 有一天中午 夫妇俩收工回家 发现四个小孩都不见了 只见坦柜外头放着四双小鞋 他们打开坦柜一看 四个小孩互相挤压着 弃绝身亡 然后这对夫妻 在失去了四个小孩之后 他又生了个孩子 一直养到了高中毕业不久 却又在一个深夜里 发现这个孩子 就趴在柜子上离奇的死亡 死因不明 村民拿皇帝棺木来用 会频频发生命案 而且死因都很离奇 因为皇帝棺木有下符咒下诅咒 再来皇帝的东西 普通人不能乱碰 因为无福销售 就会带来灾祸 是巧合还是意外 或者真的有诅咒 让守陵村的七条人命 全搭进万历皇帝的棺材里 但即便如此 却也无法阻止更大的灾难降临 在定灵官方的考古工程完成之后 就在原本定灵的位置 成立了定灵博物馆 然后就对一般的民众 大家都可以去开放 但其实你看定灵开挖的过程 那么多的粗糙的做法 其实是对万历皇帝来说 是一个莫大的羞辱 大不敬 那如果我是万历皇帝的话 我一定很生气 而且我在九泉之下 一定很不甘愿 我生前射了那么多的机关 竟然重重的被解破了 但是说出来可能大家不相信 你们知道吗 其实刚刚Andrea不是有说 主力说要挖坟的 北京副市长吴涵 一直到送那个寝室公文的人 这些人下场都非常的凄惨 仿佛是被万历皇帝诅咒 而且他们的死因都相当的离奇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一谈究竟 新元1959年10月1号 由郭沫洛提携管名的定灵博物馆 正式对外开放 这座占地18万2000平方米 深地下九层的万历皇帝领寝 就此揭开神秘面纱 这个皇帝主义军一生挥用 在位48年 曾经28年都不上早朝 多挥用啊对不对 我认为明朝灭亡 就灭亡在他的手里 其实万历皇帝不上朝的原因 在考古人员研究他的海骨时 意外发现 万历皇帝的右脚比左脚短 右脚甚至还呈现卷曲状 说明了万历皇帝患有严重足疾 所以他才把自己藏于深宫 却在三百多年后 被大陆当局强制执行万民来朝 这叫万历皇帝情何以堪 更可怕的是 还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西元1966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 许多文物古籍遭到破坏 就连好端端待在定陵地宫里的万历皇帝 也成了十二不赦的大罪人 文革时期 大陆掀起除世旧运动 红卫兵冲进定陵地宫 命令博物馆员搅出仓库钥匙 说是要抓万历皇帝开逼斗会 而批斗会上人山人海 大家都想等着看好戏 看怎么来批斗万历 此时红卫兵激昂地对群众说 很少一切牛鬼蛇神 打倒地主阶级投资万历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红卫兵高喊 革命现在开始 话才刚说完 十几位大汉拿起石头 就往万历地后的遗孤凤渣 一阵噼里啪啦声响过后 遗孤被打的是七零八落 接着红卫兵又引火焚烧遗孤 当时烈焰腾空 遗孤连同陪葬的西式文物 全都在大火之中复制一具 可是突然平地一生的 原本是万里晴空的天气 一生闷雷之后 却突然皱降了大火 这火也灭 这神奇的一幕 让亲眼目睹的众人都给吓孟了 而且说也奇怪 事后这些负责焚毁 万历地后遗孤的红卫兵们 不是遭遇不测 就是横生灾祸 下场凄惨 然而笑场凄惨的 不只这群红卫兵 俗话说冤有头战有主 当年立主挖坟开关的人 一个也跑不了 有人统计 当年在挖掘长林寝室报告中 签名的人 以及参与挖掘定林的人 大多遭遇横祸 不得善终 像是立主挖墓的吴涵 后来被扣上叛徒特务等罪名 逮捕下狱 吴涵为何被捕 简单来说 当年吴涵根据毛泽东号召 要学习明朝大臣海瑞 直言赶箭的精神 于是吴涵将其故事内容 编写成金句 一开始得到热烈回响 不料后来有人质疑 剧本有反党 反社会主义倾向 可怜的吴涵 因此成了文革祭品 关鸣鸭期间 吴涵的头发被拔光 胸部也被打得鸡血 最后死于非命 死因不明 骨灰也下落不明 他当副市长以后的情况 有目共睹 让我谈什么 而他的妻子 袁正被抓去 劳改 折磨致死 他的女儿呢 吴小燕 精神失常 为了他父亲的死亡 追讨真相 却被逮捕了之后 上了脚疗 注射安眠药 门牙被打断 额头也被打破了一个窟窿 之后还被关进精神病院 隔年他就服毒自杀了 当时他才年仅22岁 武汉一家三口 死于非命 莫非万历皇帝的复仇 已经悄悄开始 哇 来来来 你啊 给我拍张照片 王大哥 我这相机是拍资料的 单位有规定 我拍不了 就给小王拍一张吧 一路上出生如此 拍张照片又什么 拍 我做主了 谢谢啊 教授 这名帮忙拍摄的男子 叫做刘德安 是北京昌平沙河人 从小爱好摄影 在长林附近 经营一家相馆 当定龄考古队 顺利把地宫打开的时候 急需有人记录历史画面 于是找刘德安 担任摄影工作 至于负责拍摄挖掘过程的 主摄影师刘德安 因为曾经亲临开关现场 拍下第一张开关照片 后来也精神失常 根据定龄考古队 小队长赵琪昌回忆 文革时期红卫兵 指责刘德安是资本家 是万历皇帝的孝子贤孙 刘德安经不住无情的批斗 决定丢下爱妻 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悬梁自尽 另外 参与请示报告签名的邓拓 也在文革中受不了批斗 上吊轻声 人命一条条消逝 接下来又该轮到谁 参与挖掘主导的 考古专家百万玉 晚年神志不清 常年痛苦不堪 最后脑溢血而死 而担任挖掘地灵指挥 工作的郑郑多 则在西元1958年时 出国访问 途中飞机失事 郑郑多连一块完整的骨头 都没留下来 至于郭莫洛 则保偿白法人送黑法人之痛 西元1967年 他年仅23岁的儿子郭明英 在当兵的时候举枪自尽 去世前一天还正常作息 没有任何异常迹象 亲身原因不明 让郭莫洛难以接受 事隔不到一年 郭莫洛的另一名儿子郭世音 因为和女友用英文讲电话 被认为是通敌叛国 遭到扣押 几天后却传出郭世音坠楼身亡 落地时双手遭到反捆 是自杀或他杀 至今沉迷 皇帝名目的地理风水 都是前博师设计 那往往会下辅咒 诅咒挖粉的不速之客 包含决定挖粉的主谋 都有连带责任 轻则病痛连连 意外寻挂 重则死亡 绝子绝孙 不得善终 接连失去梁子的郭莫洛 一生都活在痛苦之中 晚年更因肺炎不治身亡 而他立主开挖的明定陵 不知道是否因为夺命事件频传 再加上没有能力保存出土文物 让明定陵成了大陆唯一一个 被开挖的皇帝灵寝 其实这历史上非常著名的 挖定陵事件 不仅让在九泉之下的万历皇帝 他当然是遇到非常大的浩劫之外 其实对考古团队来说 也是遇到非常大的挫折 是啊 尤其像当时主张开挖的郭莫洛 他也说过开挖定陵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错误 最后违的是 那各位网友呢 看我们今天的故事 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那记得要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你的小铃铛 那另外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Podcast已经上线了 欢迎大家下载收听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